馬提尼說小北每年車都可以刷運通 真的很不錯 我真的是有點難以想像說 你拿這張卡片不是要有尊榮感嗎 然後你就是去小北百貨 然後你買一支筆 就比如說20塊然後你刷這張卡片 我覺得那店員不會白眼嗎 就講說先生你拿這張卡片 然後你只買這個東西 你只買一個橡皮擦有事嗎 我就想說他會不會這樣子 然後就是來瞧不起人 應該不會吧 因為通常這張卡片他的使用定位就比如說 你在百貨公司買了一個鑽戒 他送給女朋友 然後你可能就是刷個20萬 然後就是刷這張卡片 就是很不一樣 但是事實上你去買 比如說你去買一包餅乾 然後你刷每個月通卡 這我聽起來就覺得很有趣 就你在每年車 然後就是拿這個去買一包餅乾 我只想看看那個 就那個超商店員的反應 有點好笑